毕业了迷茫了 毕业就实业 真是普遍现象 我们说两个 从咱们喜马拉雅这个平台毕业的 我先说一下 就是我现在做甲方 就有自己各种渠道的疏远不断 然后有需要的可以加入 我的这个指定邀约路书团队 那分成什么的都好说 看各自的实例 然后我这也不参政 没什么要求 只要你这生意差不多过得去 那有自己的团队更好 这个再说 我们说这个宏观的普遍现象 这个毕业了 指的是从学校 毕业 我们一定是马上就面临着找工作 不是之前那样 那找什么样的工作 当然首先先选对抗 就是你擅长的 你说我能不能选喜欢的 我这几年 学多长时间 都不是很喜欢 不想干这个 当然可以 但是你喜欢 不代表你擅长 你需要一段时间去 摸索 去培育 所以你擅长的上来就能做 等你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自由之后 你再转过头来 做喜欢的 那前期需要投入一些吧 至少是 你即使不投入 你的 生活的各方面开销 再节俭 也得有点底吧 你总不能说贷款 然后再去 怎么怎么样 那个后续的问题太多了 那前车之鉴 你非要自己去经历吗 你看他多少 最起码 你说我坚持能顾上 一点日常的收入 生活开销也行 你得有创业这个劲 你既然真的有创业 选择自己喜欢的 哪怕是帮别人干 人家没有现成的经验 都不会要你 所以呢 你前面选错了也没关系 你先把这个 经济 稳定住 心就安了 对自己 对家人都是有交代 也是必然 必要的 那么还有呢 就是说你真的是没方向 或者是我找工作也帮我找 你可以先转行做一些其他的 很多人一段时间都没有明确的目标 我们前面说的是深藏在心底 有目标方向感的这种人 如果没有 那你就多试一试 或者说你有 也围绕着这个相关的 先了解一些 不要上来就一股脑的投入 不管是金钱还是经历 投入太多 也不一定行 真的是 你看我们搞这个有声 最起初就是想当个CV 但是现在好业太乱了 各种的坑 版权坑 这个技术 还有人员 刷拨的坑 莫名其妙的甲方 你生意再好 人家就不要不喜欢 还有以及你运气不好 那你没得说了 你还怎么干 所以呢 你得把这个 就是前一段时间 我们说 如果是从学校毕业出来 有五年的往所期 这五年 你最好一定要找到自己的方向去 你可能爱好很多 但是先凑一个 最实际 最容易的 入手 这还是比较现实 将来 但凡有机会 多了解 多接触其他的 你最终的梦想